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他的时间不错 亲爱的朋友平安 我是康来昌 欢迎来到空中主日学 我们今天讲的是启示的目的 各位这次每次的一个题目 我们重点都在讲到启示 那跟其他的也会连在一起来了解 启示是我们讲过 就是神把他自己告诉我们 神让我们认识 用他自己的办法 让我们认识他是怎么样 怎么样一位上帝 上帝充满了慈爱 充满了怜悯 他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 他借着这个世界对我们说话 启示如果要明白 必须是话语 必须是命题 但是不只是话语 不只是命题 不只是圣经上的话 包括这个宇宙 包括耶稣自己都不是字句而已 是来到我们人间 帮助我们的那位上帝 当我们看到了圣经 当我们认识了耶稣 甚至亲爱的朋友 当您看了这个节目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们来看空中主日学 我想我们是要多懂圣经 要多认识上帝 这都对的 但是在圣经上认识上帝 明白神的话 就一定不只是头脑上 多一点知识 而是让我们去 因为认识他的美善 而去信靠他 我们去认识了 这位奇妙的上帝 我们就去信靠他 你知道这个餐馆 有非常好的菜 那你就应该去吃这个菜 你知道这个电影非常好看 你就应该去看这个电影 你知道这个 你现在需要电脑 而这个电脑是最好的电脑 你就应该买这个电脑 我们的知识 从来不是停留在看而已 而是在使用 在生活 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是 上帝把自己启示给我们 我们讲过 上帝要我们快乐吧 饮食喜乐吧 使徒经传十四章 上帝要我们 在这个 他的启示中 去寻求他 去信靠他 越是认识他的丰富 我们就去信靠他 我们不仅是信靠了他 而且因为信靠他 领受了他的爱 我们就去爱他 我们也去爱人 当神把自己启示出来的时候 终极的目的 是要我们信靠他 敬拜他 侍奉他 爱他 享受他 而不只是一个了解他 各位对不起 我用世间的观点来讲 你 你 你非常的喜欢一个女孩子 或者一个男孩子 你知道 你认识他 你知道他的 他的美好 他的善良 那目的不是要 替他写一本传记 最终的目的是 应该跟他结婚 跟他成为配偶 跟他一起生活在一起 我们跟上帝的认识 也不是叫我们将来 替上帝写个传记 替耶稣写个传记 甚至我们必须说 不是只是在传扬他 并不是只是在 在跟人家讲关于耶稣的事 当然我们在讲关于耶稣的事 甚至不是只是在敬拜他 当然我们也是在敬拜他 我们到教会里去敬拜他 甚至不是只是要向他祷告 当然我们也是向他祷告 甚至我们不是信靠他以后 就是在读上帝的话 然后宣教 然后敬拜 然后祷告 然后在教会里服侍 你说康牧师 如果我们认识他以后 不去敬拜他 不去侍奉他 不去向他祷告 不读他的话 那我们还干什么 其实我们当然要做这些 我们当然要传扬他 侍奉他 敬拜他 爱他 但是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都也是在享受他的 你在带领敬拜赞美的时候 你在教会敬拜赞美的时候 心中要有那个 那个享受上帝 对他有敬畏 从认识他而有的敬畏 从认识他而有的那个喜悦 我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 我们所表现出来的 常常是 第一个是一个责任 因为我们很 第一次带敬拜赞美 带得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就 很紧张 我们只要把那个音唱对了 时间控制好了 气氛制造好了就好了 这个其实并不是敬拜上帝 这只是自己在做一个责任 做一个工作 或者说 我们很享受诗歌 我们在那里跳 在那里唱 我们觉得自己这样很舒服 这也不是在敬拜赞美他 这只是让自己 feel good 舒服 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 必须有一种 因为认识他 认识他的丰富慈爱 而有的那个 那种敬畏感激 以至于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 不是在 最重要不是我自己的表现好不好 最重要不是我感觉好不好 而是我享受到上帝的同在 让我丰富 那我希望弟兄姐妹 包括我自己在这里讲道 我自己在这里录影 可能有很大的成分 并不是在敬拜 侍奉上帝 我在做一个工作 我怎么样使出浑身解数 让大家觉得 上帝很真实很好 即使我在讲启示 我都不一定在敬拜 在侍奉他 如果我没有一个 从信心而来 对他的享受 那上帝启示他自己 上帝借着万物 启示他自己 借着大自然 启示他自己 借着我们内心的道德律 启示他自己 认识他 借着圣经 启示他自己 当然我们知道 上帝 启示他自己 最重要 最明显的 就是 就是耶稣基督 因此 当在路加福音和 马太福音 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 那是上帝一个 非常荣耀的 重要的启示 上帝显现出来了 道成的肉身 显现出来了 那么 我们就应该 看一看 当上帝把自己 启示出来的时候 那个正确的反应 是什么了 路加福音第一章 先讲到 天使向 玛利亚 述说上帝的意思 这是一个启示 这次启示 不只是告诉他一些话 而且那话 就成为一个胎儿 在他的肚子里面 他就童女怀孕 因为圣灵感动 怀孕了 当天使对玛利亚说 你会怀孕 你要生的儿子 我要称为 至高者的儿子 他要为大 而且他要做王 主神要把他 主大位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你要生一个儿子了 要做王 就是旧约所预表的 那个弥赛亚 当玛利亚 听到这样话的时候 他实在是不能高兴 因为如果他已经结婚了 他听到这样的话 那是很高兴 他没有结婚 听到这样的话 那他就要做未婚妈妈了 他听到上帝的话说 上帝要让你怀孕 要让你生一个孩子 成为国王 如果他已经结婚了 那这是天大的好消息 他现在还没有结婚 只是订婚 那这就是一个天大的坏消息了 这个会叫他 会叫他失去他的父母 他父母会不要他 因为在保守的以色列 这是很丢脸的事 他会失去他的同伴 因为在以色列 那个保守的环境里 一个未婚的妈妈 那很大的羞辱 人家不要跟这种 不良的妇女在一起 他会失去他的未婚夫嘛 他的未婚夫 怎么能够接受这种事情呢 怎么能接受我的未婚妻怀孕了 但是不是我的种 他没有办法相信说 可以圣灵感动 让玛利亚是一个处女 就生孩子 他甚至可能会失去他的生命 因为在以色列的规矩里面 一个没有结婚就怀孕的人 可以用石头打死 玛利亚听到上帝的启示 听到上帝的话 如果顺服 他的结果会是死亡 会失去自己的婚姻 但是感谢主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这就是启示 启示的目的是 要我们去顺服她 要我们去爱她 要我们去敬拜她 甚至要我们去享受她 玛利亚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我们今天重点不再讲玛利亚 但是她实在是很棒 这个女孩子 这个时候她年纪非常小 大概只有十四岁左右 这个年少的女孩子 她是这样的顺服 她说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然后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 第四十六四十七节 就是很有名的 Magnificate 尊主送 玛利亚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 我的救主为乐 当启示临到我的时候 当上帝的话临到我 不只是临到我的耳中 而且这个话甚至进到我的腹中 成为一个胎儿的时候 我虽然可能死亡 我虽然可能失去我的婚姻 失去朋友 被人看清 被人侮辱 被人毁谤 但是我以神 我的救主为乐 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 每一个基督徒 能够从上帝的启示里 从读圣经里 从敬拜里 从看这个宇宙万物 能够回想过去上帝的带领 能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也就是不管在自然启示 在特别启示里面 我们是在寻求它 我们是在享受它 以它为乐 我灵以神 我的救主为乐 这个玛利亚怀了孕 以上帝为乐 上帝的话 对他的启示 使他快乐 不仅使他快乐 他甚至也使 施洗约翰快乐 玛利亚听到天使的话以后 马上就去找 他的亲戚以利沙伯 以利沙伯年纪已经大了 他素来不能生育 结果现在他也怀孕了 玛利亚就要去看看 当他一去 一对以利沙伯说 以利沙伯好的时候 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一节 以利沙伯所怀的胎 就是肚子里的那个 施洗约翰 就在腹里跳动 然后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 然后他说 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 这个我们基督徒 当然不太能够用一节经文 来决定一个很重要的伦理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胎儿是能够领受上帝启示的 胎儿是能领受上帝化的 我在这里既不在讲 婴儿受洗的问题 也不在讲堕胎的问题 我们基督徒当然反对堕胎 教会到底要不要婴儿受洗 这见仁见智 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 我们看到一件很奇妙的事 甚至胎儿在腹中的胎儿 他可以领受启示 不过是玛利亚一句问安的话 就叫胎儿跳动 欢喜跳动 玛利亚以上帝的启示为乐 胎儿也以上帝的启示为乐 这个胎儿后来生下来长大了 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 他年龄当然比耶稣大 当他后来做的开路先锋 他的事工做得也很好 为耶稣铺路 耶稣自己出来的时候 就把他的风头抢去了 以至于他的门徒 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就非常的不高兴 哎哟 这个父子啊 以前人家都来我们这里受洗 现在人家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 施洗约翰就是当年 他还在胎腹中的时候 他就因为知道耶稣接近了而欢喜快乐 他就说我是新郎的朋友 我不是新郎 我不是主角 我是要让人认识这个新郎的 我听到新郎的声音就快乐 施洗约翰领受了启示就快乐 那我们看到这个 在路加福音里面 第一章我们看到 这些领受启示的人 他们很快乐 在第二章里面 我们也知道 在野地的牧羊人 他们也领受了启示 本来很惧怕的 因为那个 在黑夜里突然有大光照着他们 他们是很害怕 但是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阴海包着布 卧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 那么天使所唱的歌里面有 在天上荣耀 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神喜悦我们 就把好消息告诉我们 就把这个世界创造的 为我们预备 就在堕落的世界 仍然管理 让我们 对我们不住的说话 他仍然爱我们 就在我们内心中 常常启示我们 提醒我们 让我们归向他 就给我们一本圣经 让我们知道他的意思 就让耶稣来执行 他一切的拯救的计划 让我们能够有满足到永远的喜乐 耶稣就是上帝的启示 牧羊人 玛利亚 以利沙伯 还有施洗约翰 都因为领受到这个启示 非常欢喜快乐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可能说 哎呦 我又没有要怀孕生孩子 我也不是牧羊人 可是这个消息 一样是对你我说的 我们听到了上帝的话 我们顺服 我们就有满足的喜乐 牧羊人也是非常的喜乐 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二章 还讲到有一个老人 叫做西面 这个西面 他看到了耶稣 同样他看到了启示 他看到启示 真实地显在一个人的身上 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虽然只是一个baby 他就对上帝祷告说 神啊 我死而无憾 因为我的眼睛 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 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明以色列的荣耀 我的眼睛 已经看到你的救恩 我们天天看圣经 我们天天 用属灵的眼睛 看到耶稣 我们就看到了救恩 我们就有满足的喜乐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里面 我们看到 当这个启示 显在卑微的人当中的时候 就是显在 玛利亚这个小女孩 显在伊利沙伯这个老子 一直不生育的人身上 在显在 这个牧羊人这边 显在这个西面 这个老先生这里 都让他们非常的喜乐 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 也有讲到 有些人对上帝启示的一些反应 第一章讲到的就是约瑟 约瑟是玛利亚的未婚夫 玛利亚已经许配给她了 但是还没有赢取 那玛利亚后来怀孕了 还有这个当家约瑟非常的痛苦 各位你我也会很痛苦 如果我的未婚妻怀孕了 而怀的又不是从我那里来 当然非常痛苦 这个痛苦包括要羞掉她 甚至可能应该要把她 用石头打死 那么可是约瑟是一个艺人 遵守律法的人 他一定要照上帝的话去做 艺人就是遵守上帝话的人 可是他又实在很爱玛利亚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 他想暗暗地羞掉她吧 各位如果我是上帝 我在跟玛利亚讲完了 说你要怀孕 玛利亚同意以后 我马上就去跟约瑟讲 你要对你的未婚妻好一点 她并没有对不起你 她怀孕是从圣灵来的 可是上帝没有讲 上帝没有讲 就像约瑟看着玛利亚肚子大 然后很疑惑 她也没有问 玛利亚也没有解释 因为解释谁会相信呢 这好痛苦 神有的时候那个启示显摘的时候 真的很痛苦 尤其那启示显摘我们不明白的时候 注意那个启示就是玛利亚慢慢大的肚子 真的 那个就是启示的精华 就是耶稣基督 可是叫人困惑 他怎么会大肚子的呢 他怎么会这么对不起我呢 我要照上帝的话 不能不修掉他 一直痛苦了不知道多久 一直到约瑟决定第二天要把它修掉的 那一天晚上上帝的启示临到约瑟说不要修掉他 你太太没有对不起你 你未婚妻没有对不起你 这个怀孕不是生理的怀孕 这个怀孕是从圣灵来的 你不但不要修掉他 你要对他好 你只管把他娶过来 他会生一个儿子 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约瑟很感谢主 他对启示的反应也很对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四节 醒了起来 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跟他同房 一直到他生下来为止 我们上帝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 上帝把他造的宇宙启示给我们 上帝把耶稣启示给我们 上帝把自己启示给我们 要我们寻求他 要我们在其中快乐 要我们顺服他 这都是启示的目的 要改变我们 要我们因为认识上帝 我们开始有改变 我们娶一个已经怀了孕的未婚妻 而且不是出于我 我不是叫你做这样的事 我只是说 顺服上帝的启示 真的很不容易 那么可是如果你不顺服上帝的启示 我们已经讲过几个人了 我们讲过猎王记上那个老先知 那个神人 他明明知道上帝的启示是 不可以在这里吃饭喝水 他吃饭喝水了就被狮子抓死 我们讲过巴兰 他明明知道上帝要他 上帝不希望他去 如果一定要去就祝福以色列人吧 他就是要去要咒诅好赚到钱 结果他死得非常惨 我们下面要讲到 希律其实也是一个得到上帝启示的人 弟兄姐妹 神不偏袋人 神对每个人都启示 整个宇宙的启示 自然的启示是每个人都有的 事实上特别启示也是每个人都有的 圣经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可以有 耶稣也是为每个人降生的 在希律王的时候 耶稣降生的时候 希律做王 那么上帝的启示 也临到在巴比 在远处的东方的博士 东方博士一般我们说三个 但实际上恐怕不止三个 我们说三个是因为礼物有三样 黄金 鲁香 默药 实际上他们引起耶路撒冷 那么多的骚动 恐怕人数不少 这些人也是得到了上帝的启示 到了耶路撒冷 他们从远方来 他们想啊 这个 王嘛 一定生在王宫嘛 那个星星 我们不太知道那星星怎么指引他们 他们在远方看到他的星 就来来来来来 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听说这是王啊 这星是指着王要降生 他们就到皇宫里去问啊 问希律王 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 特别要来拜他 哦 希律王一听又有王要生出来了 那有王要生出来那不是我就要死了吗 我的王位就没有了吗 希律王就非常的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非常的不安 因为如果有王来了 就是一个disturbance 就是一个扰乱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对我们的启示 在我们生活中永远给我们平安 而且更深的平安 但是也会永远 起码在世的时候也常常会给我们一些骚扰 比如说以赛亚书说 他有的时候要把我们所依赖的水和粮食断绝 叫我们好专心地依靠他 上帝常常搅动我们的安乐 让我们好得到更大的安乐 上帝常常搅动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幸福快乐地持守我们的信仰 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 东方的博士到了皇宫去 皇宫和住在京城里的人 都有一个非常平顺的生活 那个平顺的生活就是 不要有任何disturbance 不要有任何的变动 所以一听到有王来了 那有变动对希律来讲是一个变动 哎呦我的王位就没有 那怎么可以 可能对其他的耶路撒冷人也是一个变动 哦有王呀起来 那罗马人就要来凭乱了 罗马人一凭乱 我们现在享受的幸福快乐日子就没有了 各位人真的常常对任何一件事情 包括选举包括什么事 我们很少用道义的观点来看 我们很少用真理的观点来看 我们很少用长期的良善来看 我们就是眼前的阴头小利 而且对我自己有利的我就做 这我们也不能怪人了 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能在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真理下顺服他的话 还是用私利来做考虑的话 那就很遗憾了 西律也知道这个事 西律知道有王要生了 他打听之下 那些文士就跟他讲 哦是有个王要生 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 那么但是西律没有去找 我们说启示是让我们更加去寻求上帝的 你看圣经有没有去寻求上帝呢 你读经祷告有没有去寻求上帝呢 西律没有 西律不但没有了还欺骗他想要把这个小孩子杀掉 然后你们去找吧 找到了应该在伯利恒了 找到了就来跟我讲 那也很感谢主 那个心在东方出现的心就忽然又在这些博士的前面出现了 就引导他们一直引导到小孩子的地方 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节说 他们看见那心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俯拜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拿黄金鲁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 看见心就欢喜 这时候这个心也是一个启示 任何东西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 任何东西让我们更深的到基督那里 那就都是启示 圣经 诗歌 敬拜 耶稣自己 圣灵自己 让我们更深的到耶稣那里 到圣灵那里 那必定叫我们欢喜快乐 你顺服这样的启示 去就欢喜快乐 就拿出黄金鲁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 各位这都是启示的目的 启示让我们去寻求他 启示让我们寻到了就欢喜快乐 启示让我们寻到了就欢喜快乐地把东西献给他 但是如果你不听这样的启示 你一直拒绝 你心中的恐惧不安 就会叫你做出越来越多伤天害理的事 博士们后来得到指示 知道希律是假的 希律是要害这个小孩子 所以博士就从别的路上回去了 希律一直等博士没有来 就非常愤怒他发现自己被愚弄了 他怕那个王会出身 会威胁他 他就大怒 要把伯利恒境内的所有的男孩 两岁以内的通通杀进 启示来了 有信心 有上帝的话 有文师跟你讲 有博士来找 但是因为你拒绝 因为为了私利拒绝 私欲拒绝 到最后你就变成一个变态的人 杀婴孩 我们是欢喜快乐地 接受敬拜耶稣 还是拒绝他 甚至杀人呢 让我们做正确的选择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上帝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